这个桥段呢 赵少康说是安排好的桥段 所以打电话是say好的 因为现在说这个在线人次破纪录了 2.9万人 赵少康就说还算好笑吧 这个是好笑吗 玄战到处九天了 还是在伤口上面撒盐吗 算好笑 在伤口上撒盐 也蛮好笑的 算好笑 我的状况是这样 这个凯学院这件事 我真的是要认真来认真一对 因为凯学院现在看起来不仅 不仅是单纯的所谓的 暴力 它还有公安的问题 钱跟生命是两回事 钱没了可以再赚 生命没了就真的没了 重要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内政部 对于向凯学院这类的集合式住宅 有非常严格的规范 比如内政部就有说 你看集合住宅 住宅任意住宅单位的一个楼层 只要分到六个或十个以上床位 就有公安的问题 你懂为什么 就说比如我一层 比如像我们小家庭 两房三房之后 OK不需要做消防案件 可是你只要做六个 或是你床位 是十个人挤在一起的话 因为就一定会有隔间的问题 就会有消防安全问题 他要求要怎么样 每300平方公尺 凯学院一定超过300平方公尺 300平方公尺只要100平 这已经超过了 要多少 每两年做一次消防案件 好这确定的法律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以凯学院这个申报资料 106年之后就没有再做检查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其实还不要进入到细节 我们光是看他到底有没有如实的去做所谓的申报安全 他就没有啊 因为你两年要查一次啊 106年到现在多久了 对不对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有多少东西呢 第一个 走道 走道是一定要进空的 你走道不能堆放像这个东西 这叫衣橱嘛 你走道不能堆放衣橱嘛 影响逃生嘛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还有什么东西 这个 他说这个 防门疑事非耐燃烧防火门槽 我跟你讲 不用疑事就一定不是嘛 有学生不是在里面拍 那个拍手 我扣扣扣隔壁都听到来讲话 他那就是最廉价那种木板去隔的嘛 木板就不能防火嘛 我坦白讲 现在的救生安全观念都不一样哦 你知道吗 现在大家都告诉大家 尤其小王队 发生火灾 如果你住在正常工艺道 你知道第一件事 不是往上跑 也不是往下跑 你都有机会被火烧到 或被烟架到 你发生火灾 如果你家是正常的防火材质 关门躲在家里 然后把下面门封起来 为什么 因为正常的防火材质 即便火烧到你家前面 烧一两个小时 不会烧船的 可是问题是 你如果用那种木板钉一钉 请问你叫这些学生怎么办 硬着头皮要往上或往外跑嘛 那就可能会被浓烟呛到啊 往下走可能会被火烧到啊 还有呢 走道宽度 因为凯学院是属于H类的分类 要160公分 也没有嘛 然后呢 你房间 你不能只有烟雾侦测器啊 要有洒水系统啊 你看只有这个烟雾侦测器 没有洒水系统啊 洒水 烟雾侦测器是圆形 对 洒水系统是一根铁管 好 这个很好分辨嘛 对不对 另外呢 它在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楼梯 楼梯宽度要120公分啊 这也没有120公分啊 然后呢 这个 侯友宜说 有赚一毛 非法钱 他就退选 没有一页登记 所以等于是自己办的就对了 是不是 洗衣机是投钱的哦 所以钱是谁收 就洗衣机收啊 洗衣机给谁啊 洗衣机收完就谁管理洗衣机 是要那个钥匙谁收啊 没有一页登记 那会不会又说是 繁星光的时候没有这个 公安 那一样啊 没有 那投票是也是给他 洪伟的啊 洪伟退选 这有点严格 有点严格 但问题就是 洪伟伟 你自己警察 我们常常讲警消警消 你对于消防安全 一定有基本的认知嘛 好 你就算不对于消防安全 没有因为你的警察身份 而有所认知 你是市长 这种东西 我就问很简单 凯旋院 如果真的失火了怎么办 这不是一丝紧命的问题 这是好几条性命在里面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 你不退学没关系 你只好宣示 今天开始 把凯旋院的消防安全 做全面体检 但是你看 赵浩康如果上贺龙的话 那就聊猴友宜的凯旋院 两回事啊 真的是两回事啊 因为贺龙他敲边谷 他不是真的去针对议题 去讨论核心议题 你只要讲话现场有效 贺龙就给过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那我现在一条条指出来啊 你的门板厚度不够 楼梯宽度不够 走到堆放杂物 上面只有排烟 没有排水 然后非法营业登记 请问你要怎么办 这东西都是照他刚刚面对的嘛 其实这个严炳丽 他毕竟是这个房地产的专家 那他讲了一些 倒是可以补充一些 当初在推侯康泰的时候 可能不会有想到的一些东西和重点 后面的这样的如何防闭 倒是我建议可以去请教一下 这个严炳丽先生 或者是像严炳丽啊 或财经界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专家 都也可以请过来 所以你自己也觉得不太好吗 侯康泰 不会 我觉得侯康泰还是不错的政策 而且是利益良善 如果说侯康泰真的有什么问题 然后现在新清安绝对有问题 侯康泰只是建立在新清安的基础上面 再把它扩大 然后包括这个提供 一直想要买房子 却没有投期款的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要把这个严炳丽所提出来的疑虑啊 去补足那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可以去多方面 跟他们讨论 我觉得OK 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政见 因为他不是政府推出来的政策 是候选人 是侯友宜跟赵超商提出来的一个政见 那你将来 如果他们有机会当选的话 你要落实之前 你要把它变成政策之前 不妨跟这些财经专家 严炳丽啊 这个房地产这些 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去补足他那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个 这个不好的事情 他讲的包括十年的必锁期啦 那五年之后 面临的这个贷款人的这个问 贷款人会面临到的问题啊 利息等等 我觉得也不是坏事 可以去研究一下怎么办 怎么去进一步的处理 但这个机制 当初想要帮助年轻人 你买房没有投期款 一百一千五百万 你可以带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百八百九百一千一千一千二 这样子带到一千五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条件 你能够还款的能力 你能够偿还的一个整个所有的里里外外 你自己做一个分析 然后你要带多少 你再决定就带多少 那我就觉得你这样讲法 就是候选人可以随便开支票 我再看看我当选之后 要不要过我再来修正吗 不是候选人可以随便开支票 他毕竟他已经开出他的一个政见了 那政见的推出来 他一定经过他自己的智库跟学者专家的讨论 那像严秉丽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食物面跟这个执行面 一定会有更其他的一个问题 衍生出来一个状况 那可以把它融合 那这不是开支 他的完全的方向 他的立案并没有这个改变 他并没有说 我喊了 我跟大家讲讲 我就刹车 那就是骗选票 但是他希望能够帮助年轻人 他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并没有这个影响他原来的用意 所以我觉得侯康代 他我讲过了 就是原先他就是希望能够从 清安的这个基础上 政府现在正在做的新清安 能够扩大 让他取消一些条件门槛 然后能够把他时间延长 然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能够让大家有一笔这样的一个 更需要的钱去买这个房贷的投机管 买房子之前 在房贷之前的投机管先解决 至于刚刚你讲 你们在讲的时候 那个凯旋院的这个事情 凯旋院他其实就跟一般 我们在做建筑公安管理的不太一样 因为H1 H2的分类 我们一般的旅馆 这个饭店 他是那种短期旅客 他们要住宿的 所以要定期申报公安 凯旋院是属于那种 长期的特定的这个人士 他所居住的地方是属于H2 H2呢 他是限定在八层楼 有八层楼以上的房子 你就要定期申报 可是因为凯旋院刚刚好 他是H2 他的分类是这样 然后他又是在五楼 他没有到八层楼 如果是八层的话 那凯旋院一定要申报 他一定会违法 所以凯旋院目前刚好是H2 然后他又是五楼 又是八楼层以下了 所以他没有一定要这个定期申报 所以你们现在讲到 违反公安 这一题其实在五年前 2018年的时候 也跟在这次打凯旋院 跟打这个新装253 254地号的时候 一样都打过了 那打过了 上次也是打公安 可是上次是跟文化大学的 这个学生合作了 文化大学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决定跟当时凯旋院 当时叫做这个大群管 那时候的右翼公司 决定跟他解约 然后那时候台北市政府也去查 也去查了这个公安 查了之后 后来一切都合法 然后包括在最后一次 文化大学跟右翼公司解约之前 他的建筑的公共安全的 这个管理公安 也都是合法合规 所以今天又回过头来 除了这个打凯旋院 他的一个房租问题 侯友宜该讲的也都说了 包括做青年住宅 剩下还没有租出去的52户 以及已经租出去的47户 都要做青年住宅跟社会住宅 而且都要补贴 房租从这6千4到7千块不等 根据他的这个 整个条件门槛申请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打这一题 当然想要塑造 他这个原来的这个 累积的政治红利 说可以把这个侯友宜再往下打 可是现在选举 已经到了最后时间 不容易了 但是H2现在是北市府认定 我们现在不确定 好我们先请教一下 不是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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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讲话说是H2 不是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好了 因为靖民哥是拿2018年的东西来讲 毕竟过了5年 可以update一下 因为刚刚我拿出来这个 内政部的函事 这是2018年4月24号 后来有新的函事 2018年以前确实是H2 可是有关集合住宅 住宅原H2类 原本H2类 都要符合这份 也就是两年一次的公安 所以他还是要符合这个 对啊 原H2类 对不对 因为H2类有太多漏洞 就会有这种人 明明 对不对 看起来像H2 里面就隔100个门牌 我就问个很简单的 要求凯旋院里面的防火 满住防火夹仓 过分吗 应该还好吧 还好啊 要求楼梯不要堆放杂物 过分吗 应该还好吧 里面住100个学生 要求洒水器 也还好吧